21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神听见百姓的话便发怒 22节就讲了神发怒的原因 因为他们不信服神 不倚靠他的救恩 这是指百姓不相信神 在旷野当中会给予他们悉心的照顾 和美善的供应 23节经文却是正面的在描述神 尽管在百姓的祖宗心中试探神 和妄论神的情况下 神依然满足他们的需求 24节25节先讲到了玛拿的降下 经文描绘玛拿降下来像雨一样 对玛拿的称呼有两个 一是天上的粮食 二是大能者的食物 这天上的食物就从天上被赐下来 并让百姓吃得饱足 而26节以后 几节都讲的是 在基伯罗哈塔瓦这个地方 百姓因吃鹌鹑肉而被神惩治的事 那大家就需要去参考 民述记的第11章 从31节看到34节 有的人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神给百姓吃鹌鹑肉 却又让百姓在吃肉的过程中 就被神惩治 所以有人就感觉到 神的发怒让人不好捉摸 其实过去我们讲过 民书记第11章那一段 主要是在讲以色列百姓的贪婪 他们在大热天的时候 不单单拾取鹌醇 还试图把吃不完的 用盐腌了 制作咸的辣鹌醇 好留着日后吃 这其实就是不相信神会 随时能供应下来的怀疑性的做法 另外也显示出 百姓对食物 对肉的贪欲 所以这就是第三十节所说的 他们贪而无厌 因而三十一节就描述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内中的肥状人 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 所谓肥状的人和少年人 都是百姓当中能争能抢的 贪欲十足的 这样的人就要被神惩治 第三十二节含蓄的概括了 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其他别的犯罪行为 当百姓被神惩治之后 经文说虽是这样 他们仍旧犯罪 还是不能信神的奇妙的作为 接着是第三段 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 这一段所反映的 是百姓在经历了神的愤怒之后 并不是真正的回心转意 切切寻求神 而是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一切都在做表面功夫 比如说三十三节就讲的是 他们也对神产生了惊恐的感觉 三十四节说 他们感觉到要灭亡了 才来求告神 三十五节说 他们实际上知道神是他们的磐石 又是他们的救赎主 但三十六节就指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在说话方面 不真振不诚实 乃是用谄媚的话 用蛇说谎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七到八节 所谓谄媚 就是当面说一套 背后做又是一套 所承诺过的 最终都不对现 三十七节就指出 他们谄媚说谎的原因 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向神不正 在于神所立的约上也不忠心 可就是这样的一群百姓 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就非常的像诗篇一百零三篇 大卫的话 大家可以看诗篇一百零三篇的 八节九节十节 还有十四节 神没有按照百姓祖宗们 在旷野当中的拜会表现 来代他们 这是基于神有着慈爱 不轻易发怒的怜悯的属性 因为神想到这些百姓 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因此 若我们今天在犯罪软弱当中 好像神也并没有追究 我们实在不要得意 因为神都看不见 不知道 实在实在 是因为神在怜悯我们 第四十节到六十四节 是第四段 也是另外一个大长段 在这一长段中 诗人又讲了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 背逆神 并让神担忧的是 作者凯探 何其多呢 四十一节 作者又加强表述 他们再三试探神 惹动以色列的圣者 如果说第二段当中的十七节往后 百姓的祖宗们 得罪神的方式 主要是反映在 以对食物的需求来试探神 那第四段中 从四十二节往后 百姓们得罪神的表现 便是 他们不追念 他的能力 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从四十三节到五十五节 就是诗人 从正面的角度 再回顾 神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 脱离法老的奴役 最终带他们经过旷野 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帝 在他们面前赶出了外邦人 将美帝赐给他们为业 所以这一段都是正面的描述 都是充满乐观 得胜感的回顾 于第二段当中 十二节到十六节 有个别细节上的重复 又增多了非常多的内容 像四十三节 又提到在埃及地所显的神迹 就是石灾 四十四节是在回忆第一灾 也就是埃及的河流 水都变成血的灾 四十五节提到了苍蝇的灾 和青蛙的灾 四十六节提到了蚂蚱和蝗虫的灾 四十七节提到的是冰雹的灾 四十八节提到的是牲畜染疫病的灾 经文在这里并没有叙述每一样灾 到了四十九节五十节 叙述上就有了浓缩 只是提到神的愤怒 他是猛烈的怒气和愤怒 恼恨苦难 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 临到他们 就是埃及人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 将他们交给瘟疫 使他们死亡 十灾当中的最后一灾 在五十一节中被提到 经文说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 神对埃及的惩罚就显明了他对自己的民 以色列的拯救 所以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就概括的形容了 神将以色列百姓引导着行经旷野 就像羊群一般 他们不必有惧怕 因为海不会害他们 却淹没了神子民的仇敌 最终神把自己的民 带到自己圣地的边界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已经距离加拿美地不远 最终 神在自己百姓的眼前 为他们将外邦人赶出 又用绳子将外邦的地粮给他们为业 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 这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 以色列人得地为业 但就是这样 五十六节又转变了口吻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祖宗仍然试探 悖逆至高的神 不守他的法度 那从五十七节一直到六十四节 所讲的就是在世事时代 一直到封国时期 以色列人退后 失败 软弱 受羞辱 甚至招掳掠的许多细节 这几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他们的罪行所在 是由于他们见秋坛 惹神的怒气 又有雕刻的偶像 触动神的愤怒 以至于神发怒 到了极其证悟 以色列人的地步 所以最终神将士罗的账目离弃了 大家可以看 萨姆尔纪上的第四章 六十一节又提 又将他的约柜交于人掳去 掳走约柜的是菲利士人 又将他的百姓交于刀剑 向他的产业发怒 以至于神的产业 以色列民中 少年人被火烧死 处女也无喜歌 祭司倒在刀下 寡妇却不哀哭 这里所叙述的 以色列人的失败 都与第九节有关 那就是以法连的子孙 招惹神的愤恨 所以从五十六节 一直到六十四节 我们从中可以看见 以以法连为首的 北方各支派的失败 和最终 遭神离弃的原因 接着是最后一段 六十五节到七十二节 这一段讲到 神在对神的百姓 如此失望的情况下 仍然来施恩 拯救自己的百姓 所以六十五节 六十六节 就在讲 神对他百姓的拯救 为他们击退仇敌 那我们在读 撒末尔 做百姓逝师的时候 和扫罗 做百姓 君王的时候 都让我们能看到 神帮助他们 战胜周边 类似于像 菲利士人 雅门人 这样的仇敌 但从六十七节开始 失作者就回归正题 北方以色列的各支派 以以法连为首 既然已经不能活在 神的托福和心意里 那神就要另外做安排 经文说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支派 六十八节告诉我们 却拣选尤大支派 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六十九节说 盖造他的圣所 好像高峰 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 诗句当中先讲了 尤大支派被拣选 然后再讲西安 作为一个地方被拣选 等到七十节到七十二节 就又讲到 尤大支派中 个别的人物被神拣选 本事在这里 就像天边出现了一道曙光 这光芒就聚焦在 神在犹大家 所拣选的牧羊童 大卫身上 七十节是在讲 大卫王作为神的仆人 乃是有着卑微的出身 他原本是在他父亲耶稀的 羊圈里工作的 七十一节是告诉我们 神拣选大卫王 所有的崇高的目的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 带奶的牧羊 以往牧羊的经验 是宝贵的 大卫的经验 就像摩西一样 摩西也曾有四十年 跟羊群在一起 但有一天 当神的时间点到了 神就会呼召自己的仆人 去为神牧养更多的羊 就是神的百姓 大卫王也是一样 在这里经文说 既然不要再跟从 那些带奶的牧羊了 那乃是为了 要牧养自己的百姓 雅各和自己的产业 以色列 神在以法连中 没有看见 令自己满意的器皿 但是神在犹大的支派中 在耶稀的家 却老早的就看见了大卫 第七十二节就告诉我们 大卫在离开了那些 带奶的牧羊之后 他怎样去牧养神的百姓 雅各和以色列呢 乃是按照他心中的纯正 并且用自己手中的巧妙 去牧养神的羊 又引导神的羊 其实在这里 第七十二节的经文 既是描绘大卫的 又是描绘大卫后遗中将会出现的 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牧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才是真正能够 按照心中的纯正 牧养神的羊 又用手中的巧妙 引导神的羊 所以弟兄姐妹们 整个诗篇七十八篇 非常的长 但是若按照段路的划分 基本上我们就能看见 诗人写这首诗的意图和目的所在 诗篇第七十八篇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在读这篇长诗的时候 不妨就可以从 尤其是第二段 第三段和第四段中 来看诗人 是怎样总结和回顾 以色列人的失败的表现 请特别注意 第二段中的十七节 十八节 十九节 和第四段中的 四十节 四十一节 四十二节 因为就在这几节经文后面 就是在具体的描述 在历史中 百姓祖宗们的失败的表现 其中也包括 神伟大的作为 最后 再让我们带着祷告 来到主面前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的圣灵保卉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今天 将诗篇第七十八篇给我 主啊 诗人在这篇诗中 向我们回忆并讲述了 以色列选民在历史当中的失败 其中也包括 北方以法连和别的支派的失败 他们都是因为 不够信靠你 不守于你所立的约 不照你的话语去行 不去追念你的能力和作为 主啊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 让我不要学习那失败的百姓 尤其是当日 以法连支派所行的 让我真正成为仰望你 不忘记你的作为 还能守你命令的子民 你是我生命的大牧人 主耶稣你就会像当日的大卫一样 按你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 你也按你手中的巧妙 天天都引导我们 有你 我的生命就最可靠 有你 我就满得了 神从天上赐下的福分 我这样的祷告 乃是奉考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